新唐人节目《老外看中国》的外籍主持人郝一博 持续关注台湾的太阳花学运 而同样是民众大规模的走上街头抗议 郝一博特别连线了新唐人驻乌克兰的记者 采访当地居民 看看他们对台湾太阳花学运的看法 同时也特别采访了西方政要级学者 去探讨不迁服贸是否对台湾的国际信誉造成影响 我们继续看看台湾的反服贸学运 同样是大规模的民众抗议 节目《老外看中国》主持人郝一博特别临线 新唐人乌克兰记者采访当地的民众 对台湾太阳花学运的看法 我们想要求他们对台湾的反服贸学运 当然我们想让台湾人保持自己的障碍 现在纽约的郝一博也亲自采访了美国首位中医院女医长 现在是小数党领袖的兰西佩洛西 怎么看台湾的太阳花学运 对总统马英九说不迁服贸会影响台湾的国际幸运 郝一博也采访了西方学者分享看法 在国际的角度看台湾服贸好与我带给观众部一样的事业 新台湾养生地区台湾台北这里报道